来看看不仅记有什么商机呢 有一群高雄市的七年级生 那么呢他们白天在餐厅上班 为了要赚更多钱 干脆合作创业 研发出了所谓的迷你汉堡 在下班之后呢 就到高雄市知名的商圈去摆摊 由于这个汉堡的外观 迷你口感又独特 所以呢这七年级生 他们居然平均可以一天卖出700个汉堡 你好 超汉堡 我们已经来保一个书园 客人提下脚步 全都被迷你汉堡 吸引上门 汉堡包这身菜和鸡腿肉 一共六种口味 差一点的芥末海苔 清爽口感的柠檬都有 研发这项产品的 是六位青年级生 为了赚钱他们白天上班 下班后继续摆摊 很累 累是累啊 可是想说多赚一点钱 就不觉得累了 就是在下班之后 我们可以共同 我们有六个人 然后一起来 来就是发挥自己的专场 然后组成这样子的产品 从汉堡的口味到碳味的设计 甚至后续宣传 六个青年级生全都自己来 单价15元的汉堡 一天可以卖出500到700个 单日营业额平均1万块 白探不到一个月就有人要加盟 班的客人都是因为 他可能来这边吃过 然后他有拿我们的名片 或是拿我们的一些介绍 然后他回去他会打电话来询问说 一些加加盟的一些相关的流程 为了多赚一点钱 六位上班族下班后自己当老板 赚的比例死心税还要来多呢 珍惜为基博实施成文 高声报道